又到中秋节了 时间过得真快 2019年的9月15号 也就是过完中秋节的第二天 是我人生中最崩溃的一天 那天我终于放下了王堵 重启了我的另一番人生 开始踏上了负载之路 现在回忆起来 当天晚上那种情景 始终不能忘回 种种崩溃啊 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2020年的中秋节 我记得当时我送完外卖 没吃饭 突然很想叫 那天晚上我 到晚上的9点多度 去超市里面买月饼 那时月饼完了 就只有这么小的那种 闪装的撑的这么小的月饼 买了6块钱的 一个人坐在马路边 看着月亮吃着月饼 2021年的中秋节 那天正好有朋友找我吹赏 接完他的电话之后 我一个人坐在狠岗的龙岗大道的桥底下 凌晨2点钟 一个人看着天空发呆 望着月亮 当时那种无助的感觉 现在想想 今天的中秋节 虽然我在湖北 但是还是没能回家 可能是老天注定 不还钱再也不让我回家 已经在家里被关了9天了 今天第9天 本来是今年可以跟家人一起过个中秋节 但最后还是阴差阳错了 没能聚在一起 冥冥之中就好像命中注定 但是离家越来越近了 这是事实 希望明年的中秋节 我能跟家人一起开开心心的过 你们今年都回家了吗 如果没回家 跟我一样 好好努力 来年一定可以 加油